总统蔡英文今天回到了母校中山女高参加毕业典礼 现场最新的情况连线记者黄慧珍告诉我们 好 各位观众 蔡英文是今天首度以总统的身份 回到母校中山女高参加学妹们的毕业典礼 不过她不只是献上祝福 还讲了一段小故事引起全场哄堂大笑 这个校刊就请我来写一篇文章 那我就很不好意思地跟她讲说 我不是你们学校毕业的 这个学校就是北英语 我们不能这样去 去步北英语的学生 因为今天在场只有一位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蔡英文是稍微挖苦了一下校长 因为校长刚好是北英女毕业的 隔天蔡英文是相当以自己是中山女高毕业为荣 不过她回想起当时高中毕业典礼 蔡英文赶上的提到当初是差两分就能考上北英女 让妈妈觉得相当的可惜 就连毕业典礼都没有出现 可见两分在妈妈的心里还是相当的介意 不过她也自豪地说当她当上总统的时候 不只家人都很高兴 肯定是也鼓舞不少人 而最后她是给学妹两个祝福 美丽她们不只要温柔 还要有企图心 让她们即使面对困难 也不会害怕 也不要停下 勇敢地往前朝目标迈进 是以大学姐的身份给学妹们的鼓励 那么想象最新其行